大家好,我是曹师傅 今天我们来弄一个11POLO 客户至极,顺带发了一个屏幕过来 问题呢很简单 就是屏幕洗线了 要我帮他搞一下 尽量保留 就说开机的时候没有小提示 我问他为什么不自己搞 他说怕把屏幕弄坏 你这个家伙呀 其实弄这个东西 说好弄也好弄 说难弄也难弄 关键是细节 今天这个视频 我给大家展现的非常清楚 并且详细 仔细看,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 你们可能也发现 我又好长时间 没更新视频了 哎呀,其实不是不想更新啊 我自己每天忙的差不多厚 也会刷刷抖音,放松放松 只是最近老是刷到 堂上那几个被死的玩儿啊 弄得我看到就烦啊 咬牙切死的 完全没心情更新视频啊 哎呀,算了,不说了 说多了,怕平台待会儿又盼我话多 没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这台机器该怎么修 我们先把这张损坏的屏幕排线挑起来 然后拿一张钢网来垫一下 风枪330度 小风 配合刀片 轻轻的一刮啊 然后往上面再轻轻的一抬一下 这个加密芯片就下来了 处理这个加密芯片 可以先用烙铁把上面的锡烫一下 这样待会儿刮胶的时候会更快一点 这颗芯片因为比较轻 所以最好找一个可以夹住它的工具 要不然你在刮胶的时候容易把它吹飞 支锡太简单了 这个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只是告诉大家 最好用温度低一点的锡 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客户发来的屏幕 最好先试一下 灵敏度呀 还有就是有没有断触之类的 因为这个屏幕 待会儿一旦打磨了 一切问题都是客户自己买单 卖家是不会给你再担保了 来到设置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是原装屏幕 但系统一样会有提示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有强迫症的老铁 为了消除这个开机小提示 花天价去社会部维修 说到底还是兜力比较富裕一点 打磨这块IC的时候 最好用高温胶把周围保护一下 然后一层一层的慢慢往下打磨 刚开始打磨的时候 你只要不磨偏 不要太过于用力 以免大力出奇迹 把屏幕压坏 基本它都是没问题的 磨到哪种程度就可以了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打磨完后 我们还是把屏幕装上 开机看一下屏幕有没有搞坏 其实搞这个东西就是要轻一点 柔一点 不要像个抠脚大汉一样 尽使蛮力 这时候我们在屏幕的排线上打上一丁点焊油 不要打太多了 不然的话焊油会满屏幕砖 那时候就不好玩了 所以这个量你得把控好 你看我这个量就刚刚合适 把这颗加密IC对好位置放上去 然后在IC上面再打一点焊油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 一方面保护着这颗加密芯片 另一方面呢 也起到传递热量的作用 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是用烙铁安装的 并非用的风枪 所以手工稳的话 这样装的安全係数是最高的 好了清洗干净后 我们先把机器装起来 最近夏天来了 收到的机器也开始多了一些 有进水的 有摔的稀巴烂的 当然摔烂的是最多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里 曹师傅只是想有情提醒一下大伙 新款机器还要等几个月 你们不要那么急 好了 配件都安装完成后 再次开机 可以看到开机没有小提示 并且原彩功能也在 当然我是没搞懂 开了原彩后有啥好的 我感觉那个屏幕黄不拉击的难受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它的面部解锁 也是非常灵敏的 顺便给它贴张2块钱的高挡膜 这台机器就维修完毕了 所以看完后你们都学会了吗 没有的话评论区给个例子 我晚上亲自上门来教你们 在一起 就把某档 开心 发音乐 开心 开心 感谢观看